师父 这个人 他做威胁跳了进来 韩英 韩英 师叔 来了 来 韩兄弟 成岭 你再多取卸火盆来 阿雪 帮我一把 庄主 琉璃甲 万头回来了 我要这晚上做事 我不是叮嘱过你 千万不要冒险吗 我已经调查过了 沈云谷的阴阳策 能致世间一切顽疾 一命一命 逆转阴阳 先别说这些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岳阳一别之后 发生了什么 天庄主 有人在岳阳 英雄大会上认出了你 我便将这个消息拦了下来 后来 消息即将败露之际 我便将他们全都杀光了 家伙给了毒线 可惜此举 只能瞒得过王爷一时 我就想着 在我逃离之前 得设法 为你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潜入到王爷的书房 较幸 找到了琉璃甲的秘密 可惜 我用尽全力 也只找到一块琉璃甲 就被天庄发现了 幸好 有姓名为我做掩护 才让我从晋州逃了出来 庄主 我们虽未曾有幸加入四季山庄 可我像所有前辈一样 愿为你赴汤蹈火 谁要你赴汤蹈火 我要你好好活下去 中不不逝而出 我是你的死士 理应肖死于前 殉死于后 庄主若不在了 我岂能毒火了 汉影 你得挺住啊 我们一起找琪璃甲 打开悟空 找到叶阳策 你坚持住 没想到 我第一次来四季山庄 便是以这样的情景 双主 能为您尽忠而死 还应此生无害 庄主 您拿好 都怪我 若我早知道琉璃甲能治好您的伤 我愿意拼尽一切 也把他攒起 可惜他 韩颖 阿絮 您忘了 南京大巫要来了 无锡 带着北约在路上了 韩颖 再坚持一会儿 等他们到了 就一定可以医好你 老温 我这就下山照平安 设法尽快赢回大户 你照顾好韩颖 我定会想方设法 护住韩兄弟的命 韩兄弟你放心 便是牛头满面亲质 也别想勾走你的魂区